- 老金王PTG - 大家好我是小天 歡迎收看老金王PTG Yeah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又要來開古代咆哮啦 神尖的上一集的這個未來閃光 我們今天又來開古代咆哮 然後一樣 這隻手是拿全家的 左邊這隻手是拿7-7的 那我們不用管那麼多 反正就是便利商店買的 我們一樣呢 給它混在一起開 我最近越來越喜歡混在一起開這件事情 因為你會開出第一張好卡的時候 你會知道 欸還有第二張 你知道嗎 就像是你玩瑪利歐 有兩條命一樣 你知道嗎 欸變小了 變小了 沒關係我還可以再被撞一次 有兩條命的感覺 就是會讓你有這種特別期待感 所以我最近啊 越來越喜歡這種混在一起的感覺 你知道嗎 有點像在開一整箱 你可以把兩盒的量 玩得好像開一整箱一樣 然後一整箱就是 欸一盒開完了 啊開得好爛喔 沒關係還有一盒 還有一盒 對不對 就是有那兩條命的感覺 所以我最近呢 越來越喜歡混在一起 歡迎大家試試看好不好 歡迎大家試試看 好啦各位觀眾 總之呢我們今天就是 全家跟Seven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混在一起 便利商店卡包 那之後老爺有機會的話呢 你會去購買這個 全聯的卡包來開開開 我每次都說要買全聯卡包 但是每次都沒買 就是我跟全聯的那些 叔叔阿姨還沒有混熟 等我跟他們有混熟一點了 我就有機會可以跟他們買卡包 好不好 我們盡量的跟 我們家附近的全聯的阿姨 混熟一點好不好 好廢話不要多說了 各位觀眾 那我們現在呢馬上來開箱我們的古代咆哮啦 一樣 跟上一集一樣 我們給它混在一起 你給它混在一起開 狠狠的 混在一起開 把它混在一起 這樣子比較刺激 風箱撕開 來 你一邊也是 風箱撕開 打開 先拿出全家的 好 接著拿出Seven 好 洗一洗 好了各位 那麼我們馬上來開 我已經洗完了 我們一樣三包三包開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們馬上來揭曉我們這次 古代咆哮便利商店卡包 能不能開得比未來閃光好 好不好 我們用版本來比 未來閃光我們開出了一張 全圖的支援者 然後還有一張 一家屬SR嘛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還好 開得真的還好而已 開得真的是還好而已 猛二孤 那我當然希望古代咆哮可以開得更好 好不好 希望可以開到SAR 好嗎 SAR 希望可以開到SAR 我知道我的售前開已經有開到SAR 但是我還是希望可以再開一次SAR 人生嘛 人生不受限嘛 對不對 盡可能的能開得越好就開得越好 對不對 玉宇 紅蓮凱奇 然後 趨近能量古代 趨近能量古代 現在還蠻多人會放的 我看有些牌組都會放 還蠻強的 畢竟是最大HP加60 加60不是 不能小看的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 還是很多牌組會放到C乘系的原因 還是要C一下啦 好不好 因為你有C沒C其實 差的就是60 欸 太金 田仁美厚 喔好正喔 真的很喜歡田仁美厚 來 趨近能量古代 田仁美厚 真的是 如果寶可夢真的存在的話 我一定會收服的寶可夢 來 再來 好像還好喔 猛二姑 爬地去 好像還好 給力點給力點 便利商店給力點 我還是保有希望的啦 因為我真的在便利商店都可以開到很好的卡 因為真的是有過先例 所以其實 能開出好卡我會很開心 喔 大地之龍器 這個也要留著 主牌會用 奧林博士 奧林博士主牌會用 要留著 尤其是我這種玩 鬥屬性牌組的 特別會需要奧林博士 然後還有那個 轟鳴月啦 好啦 如果這一盒可以開出兩張轟鳴月 我也主來玩好不好 轟鳴月也會需要奧林博士 看能不能開兩張轟鳴月出來 就跟我上次開兩張鐵舞者 我這一集開兩張 欸 欸啥 來了 寶可夢 是寶可夢 沙鐵皮 喔這就是要叫我玩沙鐵皮了 欸不是欸我記得我是不是也開沙鐵皮啊 我怎麼記得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他啊 我怎麼記得 這個怎麼有點印象啊 我是不是 是怎樣啊 欸 我是不是也開沙鐵皮啊 我怎麼記得我那個 售錢開也開沙鐵皮啊 欸沙鐵皮是真的很愛我欸 還是我乾脆煮沙鐵皮 還是我煮沙鐵皮好了啦 我們要煮什麼轟鳴月了 我直接煮沙鐵皮 好不好 直接煮沙鐵皮就好了啦 搞什麼東西啊 來一張沙鐵皮 那我們繼續 吼叫尾 欸吼叫尾最近也是真的很強喔 這吼叫尾最近搭配沙奈朵是下下叫 你們知道嗎 搭配沙奈朵排行真的是有點過強 我覺得 這個吼叫尾真的性向是蠻搭配沙奈朵的 之前跟那個駱駝骨加好打牌啊交流啊 他那個吼叫尾把我打得不要不要的欸 太厲害了吼叫尾 很神奇的一張卡齁 你們知道 古代跟未來就這一版就 欸來了 SR邊 欸第二張 拜託不要試又怪東西 好不好 不要又怪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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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又怪 我的古代怎麼開的這樣啊 古代怎麼開這樣 欸不是吧 古代怎麼開這樣啊 古代怎麼巨角舞者加沙鐵皮啊 哇 古代這兩盒真的是 你知道其實如果 古代跟未來一起開 好像還不會心情那麼糟欸 因為至少有一張全服支援者 還有一個一家屬SR 不是欸 古代怎麼開這樣 哇這古代我是覺得看的蠻差的 哈哈哈哈 果點弱 丁弱 我們的丁弱 其實真的是開的蠻差的 就你沒有藉口 你知道嗎 就有時候老爹會安慰自己 欸不錯啊 你看燒鐵皮欸 我喜歡的鬥戲 沒有我跟你講 這真的沒有啊 這真的是 你沒辦法安慰自己 就是開的差 開張真的就是蠻差的 你沒辦法安慰自己 但是沒關係啦 至少不是一開始就出來嘛 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半欸 天啊 欸我覺得太早出來了吧 我這樣怎麼做效果啊 我這樣子很難做效果欸 你們知道嗎 欸 吼爆彈 欸還有一盒的量欸 然後我已經把兩張SR開出來了 這樣其實偏尷尬啦 好像快開完了欸 就你知道我好像後面 也不太需要再開下去的感覺 我們好像影片可以到這裡 就停了欸 沒有啦 我們把它開完啦 都已經開到這樣子了 好不好 猛毒孤 大地之容器 這些卡都要留著 我跟你們講 你不知道他哪一天會起杯啊 不服輸 不服輸 欸不是欸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會這樣啊 我以為我的古代會開得比未來好欸 你們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的未來 已經不算開得很好了 老實講 我一開始是想說 古代應該會開得比未來好 沒有欸 直接湊我欸 哼 這樣怎麼行啊 我對古代已經是完全失去信心了 而且我們到現在一張HOME月都沒有欸 又是巨甲屋 欸我們到現在一張HOME月都沒有欸 我剛剛想說如果我開出兩張HOME月 我就要來組HOME月牌組 一張都沒有啊 哇 一張都沒有成河底桶 你們有發現我開的速度越來越快嗎 因為兩張SR出來 我覺得我們速度可以提高啦 你知道那個Youtube啊 不是我 大家最常重複觀看的地方 你知道這邊就會是最少的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地方就會是最少的 因為好卡不在這裡 真的好卡不在這裡 大家都會去等那個好卡出來 好卡不在這裡大家就不會看 沒事我跟你們講 後面拉尾盤 來一張SR 不騙你 相信老爹 HASHTAG相信老爹 其實很多人問我說老爹為什麼 我的口頭禪就是叫HASHTAG相信老爹 其實就是因為 你要給自己一個希望嘛 你真的有時候 失去希望的時候 你要給自己一點信心啊 所以我才會叫大家 HASHTAG相信老爹 就是 通常只有開得很差的時候 才會叫大家HASHTAG相信老爹 因為我自己也想相信自己 你知道嗎 我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 那該怎麼辦呢 對不對 我要相信我相信的那個自己啊 我也要相信你們 相信我的那個相信的那個自己啊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叫你們 HASHTAG相信老爹 因為我需要相信自己 我需要有那個力量 可以相信自己 通常只有開得差的時候 我才會希望大家 HASHTAG相信老爹 就是給我能量 就像元氣彈一樣嘛 小時候看七龍珠 悟空叫我們手舉起來 我手還是會舉起來啊 因為我們要給他力量嘛 對不對 所以當我說HASHTAG相信老爹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 因為我真的相信自己 喔!後面越來一張 你看漂亮 相信老爹就對了 而是因為我真的希望 我可以相信自己 所以我希望大家給我力量 讓我也跟著相信自己 知道嗎各位 所以 HASHTAG相信老爹 最後我們拉個尾盤 來一張SAR 如何 來一張SAR後面越 我不要全出支援者了 我要SAR後面越 拉尾盤 來一張SAR後面越 來!漂亮的來了齁 來了 太經典的美好不錯 我喜歡的寶可夢 後面越有啦兩張啦 好啦可以啦 低標過了啦 低標過了啦 我就說嘛 你就至少要讓我可以王牌啊 你知道嗎? 你沒有高班的沒關係耶 你至少讓我可以大牌 你知道嗎? 你讓我可以王牌 大家借大歡喜 我開得不好 也沒關係啊 就至少我可以王牌 不然我開那麼多盒要幹嘛 我開那麼多盒真的不是 為了要就是 單純拍片給大家看 我也是希望可以王牌啊 因為我知道這一盤很牛啊 好沒東西了 謝謝大家的HASHTAG 欸沙鐵皮你看 我也可以煮沙鐵皮牌組了對不對 你看 開三盒什麼牌組都能組了 好各位 那麼我們的古代咆哮開完了啦 開的是不盡理想啦 但是我覺得 還是感謝大家的觀看好不好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售前開 也可以看一下我的日版開箱 也可以看一下我的未來閃光開箱 那我們的未來閃光跟古代咆哮呢 應該就到這裡為止了齁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閃射寶藏了 閃射寶藏呢 絕對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給大家看 一定會有非常多影片給大家看 一定會讓大家看到爽 好不好 哈 今天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後來粉絲專載 我讓我聽到多會在底下六個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